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两天和朋友出去吃饭 正和他聊得起劲时 他突然示意我 看错在我们斜后方的一对夫妻 他说 他一直在观察他们 从进门到点餐到等餐 基本全程没什么交流 都低头各自玩手机 旁边的孩子百无聊赖地摆弄着桌子上的餐具 偶尔巴着妈妈的胳膊闹两下 那个妈妈也只是让他别乱动 然后一如既往地看手机 朋友说 他真想象不到 如果自己和老公这样子吃饭 会有多尴尬 网上有一句很扎心 却也很现实的话 你我夫妻感情 全靠手机死成 当年也是一千手就心动 任千万人阻挡 依然热恋不悔 满心欢喜地进入到婚姻当中 幻想让爱情成为平凡生活中不灭的英雄梦想 谁想到 最先让自己心寒的 恰恰是爱情 没有出轨 没有家暴 没有合适的理由离婚 却过得仿佛已经离婚一样 宁愿各自背对背玩手机 也不想认真地看着对方的脸 聊一聊真心话 夜深人静 望着头顶的天花板 不禁想问一句 我们之间 究竟怎么了呢 不经营的婚姻 神仙也救不了 从小写作文的时候 我们都会写 家是一种归宿 是心停泊的港湾 于是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白天自己在外面应酬了一天 已经够累了 回到家 当然要完全放松自我 不想说话 就自己默默玩手机 想打游戏 看剧放松 就玩也不洗 油瓶倒了也不服 可家真的不是你能彻底放飞自我的地方 与谈恋爱不同 结了婚你会发现 生活的常态就是一地鸡毛 柴米油盐 应付这些生活琐事 一点都不比在外头工作容易和省心 擦不干净的地板 管不好的孩子 忘了搅的水费 应付不完的人情 无时无刻不需要两个人心平气和的交流和商议 但凡有一方懒的沟通 或者消极沟通 都会让婚姻变得岌岌可危 有时候嫌麻烦 索性不说也不问 时间久了 就积攒了许多的抱怨和不理解 恶性循环 心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远 你不知道他工作上受了很多委屈 他也不懂你为了拿下一个项目费了多少心力 更谈不上理解和体谅 只能选择对着手机沉默 电影《前任攻略》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 在老一辈人的眼中 觉得坏了的东西是可以修的 而对于我们来说 东西坏了就应该换 这就是老一辈人眼中的我们 我们总会觉得有下一任 所以现任才会变成前任 现在离婚率逐年攀升 这其中有多少人以为 离开一段婚姻会比努力经营一段婚姻更容易 但事实是 逃避永远不是解决婚姻问题的办法 良好的沟通才能让婚姻关系变得越来越好 再忙再累 也请每天抽出半小时 和自己的另一半聊聊今天发生的新鲜事 以及一些有趣的想法 这样的婚姻 才能永远有新鲜的血液 而不是一潭死水 爱情从来不应该变成亲情 黄伟和孙丽的爱情一直让很多人羡慕 黄伟曾在一档节目里说 他反对夫妻变成亲人 他觉得 夫妻是情侣 且应该是一生的情侣 在我看来 这段话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就是 不要将没有爱情的婚姻美化成亲情 我常听身边的老人 或者一些已经结婚多年的朋友说 哎 老夫老妻了 彼此之间早就像亲人一样了 夫妻之间确实犹如亲人 但他们的感情一定是以爱情为基础的 爱情和亲情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情 爱情是战友 是冲动 是荷尔蒙攀升 是哪怕在一起许多年 某个瞬间 依然会为他心动 为他着迷 那些把爱情亲情混为一谈的人 其实是缺乏了爱的动力 他们不再愿意为平凡的生活增加仪式感 不再愿意去为彼此制造新的美好和感动 手机真的比对方更有趣吗 或许只是懒得再为爱去努力了吧 黄磊这段话第二个重要的意义 即永远不要像对待亲人那样 对待爱人 亲人不会离开你 但爱人会 所以在亲人面前可以肆无忌惮 尽情暴露自己的坏脾气 可在爱情面前 要永远有所克制 很多人觉得 反正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 便开始对另一半的付出理所当然 还习惯性地忽视对方的情绪和感受 如果把爱人当成亲人一样 动不动就撒气 冷战 无视 不管从前多爱 最后都会相看两眼 亲情不会断 可爱情一作就会死 三观相合 胜过物质上门当户对 除了被时间消磨掉浪漫和激情的婚姻 也有一些人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是没话可聊的 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 仓促结婚 也许是一时情投意合 却还未来得及好好了解彼此 等到进入到婚姻之中 才发现两个人有这么多不同的想法 你喜欢定期出去旅游 他觉得现在网上什么景看不到 出去玩多费钱 你认为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生完孩子后打算继续工作 可老公坚持让你在家带孩子 说女人拼什么事业也挣不了多少钱 慢慢地你发现 不是不想沟通 是根本无话可说 为什么我不提倡闪婚 就是因为长时间的相处 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的三观 从点点滴滴中去思考 彼此之间究竟哪些可以磨合 而哪些完全无法沟通 两个人合不合适 不是由物质上是否匹配决定的 更多的是你们看待世界 看待身边各种问题的想法 是否相合 一个与人为善 一个出出算计 必定会在生活中爆发出 许许多多的矛盾 婚前足够慎重 婚后才能减少彼此无话可说 只能背对背玩手机的可能 人们常说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那是因为 婚姻相比于爱情 多了责任和承担 但这也意味着 是另一段成长的开始 爱情当中 也许你还能凭借荷尔蒙 冲破艰难险阻 到了婚姻 需要的就是日复一日的经营 和不断积累的智慧 祝愿你找到一个 你三观相合的伴侣 也希望你能将平淡如水的婚姻 经营到到处是鸟语花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